好 那个我们下一场延期是在星期六的上午 那也非常欢迎各位老师能够报名参加 那等一下我们请助理在那个讯息栏的部分呢 就是放一下那个报名的讯息 那下一场的话基本上就是讲Microbit 如何实施远距教学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的话各位老师不用准备硬题 那因为Microbit本身就有一个模拟器 另外他现在还有搭配这个Microbit Classroom 所以也可以做一些教室管理的部分 好那时间差不多了 我现在先把时间先交给那个邱文胜老师 那如果各位老师要开一下镜头 跟邱文胜老师互动一下 打个招呼也可以哦 好那我是不是借我的手来欢迎一下邱老师 好那我想我今天的部分 今天的部分呢主要是也是针对两个部分 那第一个是前半段是技术内容的部分 那不会很难 然后后半段是后面的最后这六个小时 上课之后的结语 跟对老师们的期望 那今天大概就是这两个部分 那我们就直接先来看一下 那个前半段 那我们在一般的Arduino教学里面 其实老师最怕踏入这个领域的 应该除了比较进阶的 就是互联网的部分 那当然比较初阶的部分 除了程式跟简单的Arduino硬体之外 最怕的应该就是电的部分 因为大概有些老师比较没有 这个用电的基础 那不过Arduino的用电 它是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把握几个原则而已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各位讲这个原则 好那我先来讲一下 上次还没讲到的特殊的模组积木 那上次我们有说一般Arduino积木 我们大概教学的时候把它分成五类 那数位输出数位输入类比输出类比输入 这四类是属于在基础教学的部分 那个概念都是相通的 那至于那个第五类 我把它全部归在一起 因为这第五类的模组 或它的那个积木 大部分都是里面都要包韩式库的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积木 它通常都是case by case 就是每一个模组 它的接角数目会不一样多 然后它的接法也会不一样 那其实各位都不用担心了 因为像这样的积木 它的接角的规范 其实都通常 通常我们在做这些积木的老师们 都非常的贴心 他都会把它放在那个 它的软体里面 或者放在它的积木里面 我举三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是用Transformer 那Transformer你在 include它的外挂之后 这边的外挂里面 假使你今天要用到 用到这边的内容 比如说 比如说超音波好了 那超音波你把积木拿出来之后 你这边就会看到它的角位 那个Tricker要接在B10 Echo接在B11 所以你就可以照着它的接角 去做讯号的 接那个杜邦线的部分 那超音波的接角有四个 那这边只有提到两个 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上次有说过 大部分的模组 它都会有一个V跟有一个G 那所以那个V跟G 就是模组供电的部分 这两个不会在积木上面写出来 那通常呢 就是你就接V跟G 正5符跟接D就可以了 那所以你唯一要担心的 就是那个讯号的角位 所以积木里面都会有写 所以当我们要使用 新的韩式库类型的模组的时候 事实上我就是先打开它的积木 然后去看它的接角 然后这边接角呢 如果它是可以动的 可以动的 那就表示说 这个接角是可以换的 所以更换 所以你只要按照你这上面输入的接角 去做接线就可以 那这是Transformer的使用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用Bdesigner 用那个Mblock的话 Mblock呢 你在它的扩充 那个Mblock它的硬体扩充 你要先选Arduino 那选了之后你在延伸级这边 会找到很多硬体的扩充 扩充 那我们上次有说那个许老师 把大部分Arduino的扩充都写进来 那所以 又在递增 那所以你 当我们要用到这一个模组的时候 比如说2812 那你只要进去看这个更多 更多点了之后呢 它会直接进到许老师的教学频道 它会直接进到这边 那上面就会跟你讲 要怎么接怎么使用 所以许老师也是非常贴心 那如果是Bdesigner的话 Bdesigner它是放在这边 就是它放在特殊感应器这边 那如果你是它有另外 另外写进去的 有韩式库的感测器 你就可以在这边选择 比如说你要接RFID 那你就点RFID 特殊感测器Arduino 里面的RFID 那这边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脚位要怎么接 所以事实上这些特殊的模组 你要用的时候 它的接法都已经在积木上 让我给你做提示了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说 我要去Google 或者要去问谁 那个脚位要怎么接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我们这些韩式库型的积木 必须是这些作者 Mblock、Bdesigner或Transformer 他们这些作者 有把积木写到使用环境里面去 然后你才可以用 包括MotoDuno也是 MotoDuno Blocker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用的这个模组 它是积木里面都没有 你可能找遍了Mblock、Bdesigner 或者是MotoBlocker、IoT 都找不到这样的积木的话 那你如果要用这样的一个进阶的积木 那你大概就只有两种方式 那像我们这种只会国中小教学的 我们肯定不可能自己写积木 那所以你这时候就必须打个电话 或者Line一下 请作者帮忙 看能不能有机会把这个积木给写进去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当然你就是比较进阶的使用者 他会去学习 那网路上就会有很多的韩式库 那你就去自己把它include进来 然后去写文字型语言的程式在ID里面 所以当你要用到这一类的特殊的模组 它是没有把积木做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你才需要这样子去处理 所以特殊模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用法 那其实我们在国小 其实也不太会需要到很多太难的积木 好那接下来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大电 我这边所谓的大电呢 就是指我们Arduino的工作电压是5伏特 然后讯号角位的那个输出的电流 是最大大概20mAh 那所以如果你是Microbit或者Lingit 它的那个讯号输出的电流比这个更小 可能大概在10mAh左右 那所以我这边所谓的大电就是大于这个范围 比如说你用一个马达是12伏特 或者你用那个马达需要200mAh 像这一种超越Arduino自己本身 能够直接供应的部分 我都把它叫做大电 那这样子各位大概就比较好分得清楚 那在Arduino里面大电的控制 它通常不会是直接由Arduino自己处理 所以通常是要外接模组 然后跟那个大电压的部分去做隔开的动作 好那首先有几种控制方式 就是当然控制方式不外乎两种 一种就是数位型的开后关 开后关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可以控制功率 那我们先就这两种去做简单的说明 那我们先来讲开关控制的部分好了 那所谓的开关控制就是说 这个外面用到的这个元件 比如说马达或者是什么水阀啦开关之类的这种 但是它是在实际现场生活现场去用的 它可能要控制比较它可能供应的电流量或电压是比较大 那个元件可能需要12伏才能动 或者是电动摩托车是48伏特 或者它可能需要交流电 要110的220才能动的这一种 我都把它放在开关控制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用这种数位型的开关控制的话 首先它用的大概就是寄电器 大家用的就是寄电器 那寄电器它其实有常见的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上课用的那个蓝色的或黄色的 那个开关的时候会吊吊吊的那一种 那这种寄电器它是 你把它想成它是教学用的 那如果你在真实生活中要用的话 尽量去买那种工业型的寄电器 因为两个的品质不太一样 那那种寄电器在做开关的时候 它的那个里面的开关会 开关开关这样子去波动 所以它会如果你的动作太快 它会有火花容易产生火花的部分 那它也是一般家电里面 家电火灾里面最主要的元凶 所以我们上课用的那一颗小模组 就是限制你上课用而已 如果你真的要在生活中里面去使用的话 你要把你家的电锅 把你家电灯 教室的电灯改成用Aduino来控制的话 那请你模组要买好一点的 那这种寄电器另外还有一种叫做SSR固态寄电器 那固态寄电器它里面是用光偶合的方式 它大概不会有那个火花的部分 那所以你在使用这种寄电器的时候 它不会有叮叮叮的声音 然后它的开关的速度也比较快 也可以比较快 那但是就比较不好买 好那这个都是寄电器的形式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讲几个 用电的基本的注意的事项 好上次有跟各位介绍过Tinkercad 那一般我们会用大电的时候 大概不外乎就是马达会比较多 包括沉水马达直流马达 然后减速直流马达 或者是交流电的马达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到的 那马达它是需要大电流的 然后如果你的马达功率需要比较大 它通常也会是大电压的 大电压的 那像一般我们自然客用的那种马达 大概三到六伏特都可以使用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马达回路 就正电接给马达 负电接回电池盒 那这个部分呢 我中间这边串了一个电阻 那就是跟各位说 电阻其实可以控制那个马达的电流 所以如果你直接串在电路上 串一个可变电阻的话 那就可以用这个可变电阻的电阻值 去控制流进马达的电流量 那电流量就可以控制马达的转速 所以我接了一个电流表给各位看一下 那平常呢 如果你就是你把电阻弄得很小的时候 它的电流量其实会很大 然后这边有一个转速 各位有看到吗 这边会有一个模拟的转速 那所以当我把电阻拉大的时候 电流量就会变小 电流量会变小 那变小之后呢 你马达转速就会变慢 马达转速就会变慢 那这个是马达的使用 那一般的马达呢 我们通常会 像我们常用的那个直流马达 包括我们 我们盒子就是 Arduino那个套装的盒子里面的那一个马达 跟外面自然科或者是各位在坐小车用的那个TT马达 这个马达通常要200mAh 那200mAh的话是Arduino是不能直接去驱动的 所以这个是一些没搞的部分 然后继续 我们先把这些稍微讲一下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像这种直流马达 它是可以控制电阻或者控制电流 那我们如果用Arduino Arduino不能控制电阻 所以它可以控制电流 所以你就可以控制它的电流量 然后另外呢 其他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 那再来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这个速 继电器的使用 那继电器它是 它其实它只有管开关 也就是你这个回路 你要把它连通或是断开 它只管这一件事 所以你的回路 不管你是三伏特的 五伏特的 十二伏特的 甚至是交流电 它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使用 那你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在 呃 继电器 你唯一要注意就是在继电器上面的标示 继电器上面会有标示 这边是它的最大的容许值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用 呃 那个220 250的电压 220的电压 它最高就是容许到10安培 所以如果你超过这个电流量 这个继电器可能会烧掉 那如果你是110的 125以内的 那个交流电的话 它可以容许到15安培 但是其实这个 这个学习用的模组都是对岸出产的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要对半 对半者 那也尽量不要用在自己家里的电器上面 这是我们的一般一般型的继电器 好 那所以呢 它是交直流都可以用 它其实真的只管开跟关 它不管你的回路是用什么样的电 只要电压电流不要超过就好 然后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是这种刚刚那个传统型的 我们的开关的那个次序 开关的时间你就不要太快 就不要你的那个开跟关的中间要有等待时间 才不会造成开关太快 它是一个机械性的动作 那如果机械性的动作 它没有办法像我们的电脑程式一样这么快 我们的Squitch的程式 每一秒钟可以跟Arduino沟通30次 那自己那个Squitch的程式可能 百分之一秒就跑了好几个指令 那所以你不可能用这种速度去要求继电器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在上面做有等待时间 那它的接法是这样子 我们这边就直接把刚刚那个拿出来 直接跟各位讲那个接法 因为继电器其实最多人使用 那我就直接用扩充板来讲 这是我们的扩充板 如果长得不像也是大同小异 然后这个是Arduino的继电器 那当然你这个后面 后面继电器的使用是这样子 右边这个锁螺式的地方 它是接到我们的家电 就是或者是你想控制的那个回路 那我们这边当然不可能用真的电风扇 那假设我们用真的电风扇 那事实上它就是把那个电线 电线里面不是会有两根吗 你把其中一根剪开 直接从后面这里锁进去就好了 那一条火线一条地线 那直接就把那个其中一条锁在COM COM就是COM就是共阶端 就不管你两条要怎么接 其中有一条都要接在COM 那这个NO代表normal open 就是平常没有送电讯号的时候 它是开路的 是打开的 断掉的 所以你平常 我们平常如果要符合你的程式使用习惯 应该是接在这两端 一条接COM 一条接normal open 那如果你要相反 就是我不送讯号的时候 它是要合起来的 那你就要接在normal close close就是关起来的 连在一起 所以但是如果你接错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在城市那边做相反就好 那所以是接到你的设备端 所以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回路 交流电的话 你就把其中一条电线剪开 直接戳进来 两条线分开戳进来锁紧 然后如果你是直流电回路的话 你就把回路其中一条 回路的某个地方把它剪开 它剪开不是会变两个头吗 那一样是两个头 把它直接锁进来 它就会负责 这个回路的开根关 所以它用法就是很简单 好那另外呢 所以它这边后端 右边后端接的就是电风扇 那左边这边呢 一定一样会有GVS GVS 那这一个模组它是没有照我们那个牌的 它是先V再G 所以是VG S 所以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买的是照我们安装的那个 照我们买的那个模组来 来处理的时候呢 它是会买到GVS的 好所以我们有讲 就是这边是接讯号端 这边是接讯号端 所以一样V跟G就是接电 那我们这个扩充板上面的红色整排都是V 黑色整排都是G 所以就随便你接了 所以这个VCC就可以直接接到V 直接接到V 然后那个GND呢也是直接接到GND 直接接到GND 那至于这个输入讯号 好就是你要控制那个讯号 就看你要接到哪一只脚 假设我们要用数位讯号第三只脚去控制 那我就把这个讯号角 把这个讯号角直接接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接法就这样很简单了 好那所以我们就回到 回到这边 所以其实那个寄电器的用法 它是很简单的 那刚刚有提到 因为这种寄电器 它是如果你去控制大电回路的时候 它通常有时候在开或关的时候会产生火花 然后产生火花的同时 它会产生那个突破 所以有的人会在 那个两只脚上面接电容 电容可以把那个突破给吸收掉 那也会有助于你电路的比较稳定性 然后你在买的时候呢 它也有分那个高电位启动 或者是低电位启动型的 那所谓高电位启动型的 就是你送on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跳到那个 跳到那个open开路 跳到接通 接通就是normal open 对跳到normal open那边 那低电位就是相反 那所以不管你拿到哪一种 你买到哪一种的 你可以借由程式那边相反去做控制 如果买不对你就程式相反控制 或是后面的接线相反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做成产品 请你使用工业级的 这是特别叮咛的 有关那个既电器使用的部分 好那所以如果你是做数位开关型的 就大概会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然后那个如果你是用直流的 直流的它会用到看你的元件是用几福特 我今天如果要接到马达上面 那我的马达就会需要 如果你买的是12伏特 那你就要接12伏特的直流电的回路 那所以呢 各位你家里的变压器 你家里的变压器不要丢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变压器 我忘了先去找图了 所以我就找一下 家里不要的变压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好各位变压器 变压器上面呢 你去注意看一下 这边都会有写 都会有写 输入就是input input它这个是110到220 所以你家的那个 笔电 好的变压器或者荧幕的变压器 大概都会是这种形式的 110到220都可以插 然后它的 它的那个需要的电流是1.5安培 那这个其实不用去管它 这不用去管它 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个 它的输出是output 12伏特然后需要可以供应到2.5安培 可以供应到2.5安培 然后输出是12伏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今天买的那个马达 它需要12伏特 那你就要拿这种变压器 然后它才可以有足够的电压去供应 那如果你今天拿到是不是12伏特的 你是可能买到6伏特的马达 那你用用这一个 如果要用这个变压器去供给它用的时候 这个会太高 那怎么办呢 你就拿其他的变压器 我们一般家里3C的变压器 手机的5伏特 然后其他的那个无线电话的 可能是9伏特 这些都可以使用 那电压不符的话呢 有一种东西叫做 另外有一种东西叫做升降压模组 这种升降压模组 其实很容易买得到 那就是一边输入一边输出 所以比如说 就是有一边是输入 有一边是输出 那所以你原 你那个变压器12伏特或者几伏特 就不管你就接在那个V-IN会有正跟负两个地方 这个是这边是IN 所以就接在这边 然后它会有标示正跟负 你就照它的正跟负接 所以你的变压器就接这边 然后它这边就会有一个可以调整的部分 那请你先用那个电压 电表 电表放这边 然后去量 然后这边就可以去转动这个电阻 那转到你要的输出 比如说我的马达是需要6伏特的 那这边就转 转到它输出变成6伏特之后 就可以把这边拿去接到你的马达上面 所以有这种升降压的模组 那你要注意 唯一要注意就是它的升降压的范围 那所以这个是使用 我们在使用电源回路的时候 要注意一件事 那这边是说 就是你要供应的那个变压器 它的电压必须要满足 你要驱动的那个元件 所以你不会去拿一个3伏特的变压器 来供应一个12伏特的马达 因为推不动 所以你要比它高 那当然如果你又 你加了刚刚那个升降压模组 那是可以它可以转换的 那第二个就是讯号会透过你的模组去做隔离 做隔离 所以那个大的电压不会直接冲到Arduino里面 所以不会有问题 然后电流可以大于元件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变压器 它是可以供应到2.5安培 那我们的马达 只有马达 大概是200mAh左右 那所以它是比较小的 所以它就可以供给好几个马达使用 那计算的方式就很简单了 如果假设我们今天要接5个马达 那5个马达都有机会同时使用的话 那那个马达最大的 电流量可能是200mAh 你要去看一下你购买的时候的说明 那所以5颗马达放在一起 就是1000mAh就是1A 所以你的变压器就要找比1A大的就可以用 所以这是我们接电的时候 就是这些简单的注意事项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安全的部分 刚刚我们在使用 尤其你是用大电回路的时候 你在用大电的时候 各位不要忘记 你在用大电的时候 这边是接到110伏特 或者甚至是220伏特 所以这个螺丝的地方 还有这侧面锁线的地方 还有机电器的背面 那个裸露接点的地方 这边都会有110或220的电 所以为了避免 避免你去上课的时候发生危险 我都会有一些注意事项 比如说我会先要求大家断电 所以我会让他们把那个110的插头 先全部举高 全班把110的插头举高给我看 确认它是没有插在插座上面 那我每一个都看过没问题之后 我就确认他们断电 断电之后才去锁线 那锁完线之后请你用学员交代 把这个地方整个捆起来 或者把它装进那个什么你3D电影好的盒子里面 或者用什么东西把它封起来都可以 就这个地方裸露的接点地方是要特别注意 不要让学生有机会去用手碰到 绝对不要让它被电到 不然你可能会被家长告 这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个是如果你在使用计电器去控制的时候 那所以计电器的后面就不管你是接哪一种东西 12伏特的6伏特的9伏特的直流的交流的 或者是你家铁门的大马达都可以用 这是数位开关控制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功率控制的部分 那我们在Arduino的那个控制里面 在输出的部分是有功率控制 就是大家所谓的PWM 那PWM它也可以控制交流电 跟比较大的直流电 那不过它就不能直接去做输出 就是Arduino它就不能直接去控制这个东西 它中间就必须使用电晶体模组 如果是直流电的话 可能就会用到这几个模组 那9110呢 它是不需要接外电的 不需要接外电的 所以我们在做那个小车 它可以直接接收USB上面的5伏特去做 去做那个提高电流的动作 就是有点像升降压模组 那种功能 它可以提高它的电压电流之类的 那这个是不用接外电的 那另外如果你要接外电 就是你的电压比较高 那我们就会建议你用这两个模组 这IRF520是电晶体模组 L298N也这个都是电晶体模组 那它可以控制的直流的电压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看你的需求 那如果要更大的 你就可以上网去找 可以上网去找 那我们这边就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都是我们常用的东西 这个是IRF520 我们俗称电晶体模组 然后这一个这个是9110 9110 然后这一个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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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IRF5 这个是L298N 这个是L298N L298N 那这三个 它们有些许的不同 我们一般如果做 我们一般如果做小车 我们会用9110 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四个输出 就是可以控制两个马达 这两个是一个马达 这两个是一个马达 所以有两个马达 然后这边呢 VCC跟GND就是模组的供电 模组的供电 那这两个 这有四个接点 那一个马达需要两个讯号去控制 那它的供给马达的功率的大小 就是用这两个讯号的电压差 电压的差 比如说我这只脚如果给到最高电位 这只脚给低电位 那它们两个中间的电压差就是最大的 所以这时候马达就是输出最大的功率 那如果两个交换颠倒 那马达就会正转或逆转颠倒 那如果你这边用PWM去做输出 所以这边只给一半比如说128 然后这边给0 那它就是给一半的功率 这边马达就会输出一半的功率 所以这一个就是控制这个马达 这两只脚就是控制这个马达 所以这很好 使用上也很简便 然后这个IRF520呢 它是单 它这边也有四个接点 不过它是单一个channel的 就是它可以控制一个东西 那后面可能你可以接马达 灯条 你要用的那个用电的那个元件 那不过它的电是要从外面进来的 它是外面输入的 所以你的外电要接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你的元件接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接到一个灯条 那可能是12伏特的灯条 那我的12伏特灯条的正电就接这里 12灯条的负电就接这边 然后这边VIN GND就是接外面的变压器 或者是电池盒什么随便你就要12伏特 所以这边VIN就是变压器的正极12伏特 GND就是变压器的负极 那这边的讯号端呢就是接到Arduino上面 那也是GVS所以用法是很简单 那它只提供单一个Channel 那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像这种电晶体 它如果你的那个元件吃的电流很大 那你的这个电晶体的这个铁片会很热 如果超过比如说超过1A它会烫的不得了 你就要在这边加散热片 要加散热片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那这个其实就是这个520的两个Channel的版本 因为它就是可以同时控制两个马达 两个频道 那所以这边也是 如果你是接马达就是第一个马达 第二个马达 然后这边一样呢 这边就是那个讯号输入的地方 那这边可以有两组的电 两组的电 这个5V是5V的Vin是控制马达的模组供电 模组供电 然后这边有一个12V的Vin 这个是你的外面的变压器的输入 外面变压器的输入 那中间都是接地 所以接地是接在一起就好 那使用这种外接模组的时候 尤其是外部供电的直流模组 你都要记得一件事 那个接地是要接在一起的 好 那所以这个是 如果你需要比较大功率的东西 比较常看到就是灯条跟马达 这几个东西的话 你就会用到这些模组 那这些模组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做直流电的控制 控制那个功率输出的部分 控制功率输出的部分 好 那有的人会直接 像比如说我如果只是做个灯条的控制 那我就会直接接在Aduino上面 那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 那个如果是灯条 灯条上面每一颗LED的电流 大概是一个mAh 那所以如果你是接单色LED的灯条 单色的灯条 你就可以接大概有20颗 它可以一次点亮 20颗 但是如果你接的是RGB有三个颜色的 那一个RGB你就要把它算三个mAh 所以大概是7颗 那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话 就会建议你改用这个方式去做处理 不然它输出的电流量不够大 那个Aduino板子会损坏 好 那另外呢交流电也有 交流电也有 那交流电的话 它的模组叫做Trike 那这个Trike呢 通常是用在那种舞台灯光控制 一般我们在上课要做实验的这一种 比较不好买得到 因为它很贵 它非常的贵 它控制 比如说20安培 220一个channel 就要可能要2万块钱左右 所以那个模组光一个就要 它会像小主机一样 就要2万块到5万块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就我们平常 上课就比较不会去处理到 所以这个是大电的开关 跟公寓控制的方式 那另外要提醒各位就是 接大电一定会有危险 所以你在上课教学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我刚刚讲 一定要先断电再接线 然后接完线之后 一定要确认你的 你的那个模组 跟裸露的电线 那个100、120的地方 都一定要把它包覆隔离 不管你是用绝缘胶带 或是用什么 一定要把它包着 不要让学生直接去碰到 那另外呢 我们在用 学那个 计电器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不会直接去拿一台电扇 把电线拿来剪开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学校的总务会抗议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去买那个延长线 在延长线上面做手脚 那就是要注意你在接那个延长线的时候 他的小朋友在锁电线的时候 锁完一定要每一个都拿来给你检查 不然他会那个刮刮 那个有时候会短路 这个地方都要特别注意 好 然后你要在他插电之前 要先做提醒 说万一告诉小朋友说 你们在插电之前 万一你电插上去 发现教室的灯光闪闪烁烁 或者冒火花 或者这样有奇怪现象 第一动作不是要跳起来赶快落跑 第一个动作一定是要把那个100亿的插头拔掉 这是标准动作 你要先确认这一个事情 一定小朋友每一个都务必了解之后 最后才把100亿的电插上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忘了做这件事 然后小朋友有时候真的你没有检查到 他现接短路了 那个电一插上去 你教室的电灯可能会闪个两下 然后就整间就跳掉了 或者是会电线走火 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所以这是刚刚有提醒过的各位 就是灯条跟马达这些注意的事项 那这个是有关电的部分 其实也就是有一些小地方要注意 它原则都是共通的 好 那这个部分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什么疑问 我休息30秒喝个水一下 好 这是有关那个用电的部分 好 那么再来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常常在学校在推创课 你如果要推的很成功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长官要支持 那长官要支持你的话 其实你要知道长官要什么 长官要的东西 其实没有别的东西啦 他就是希望要有成绩 要有业绩 那可是这个业绩 通常 不是你自己自己说的 因为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这是没有用的 所以通常我们都会 你要想办法 因为人家要赞美你的话 那个赞美的话 最好是从外面的人的嘴巴传回去 到你的长官的耳朵 这种赞美才是有效的 那这个也才是有真正的业绩 那所以我这边给各位 一个小建议小技巧 常常跟社群互动 常常跟脸书 或者是其他外线式的老师做互动 因为这些人才是你的基础 因为当你的长官去到外面 不管是研习还是去开会 然后一提到这个科技教育 然后如果经过别人的嘴巴里面 去夸赞说 你们那个县市 这什么科技教育做得很好 那长官就真的会很开心 由衷的高兴 这个才是真的有用的 所以只要长官有机会被称赞 或者他被他的长官称赞 那你就会在长官面前是很红的人 那不过呢 这是身为一个老师 总是要有一些底线嘛 那我这边也有我做事的底线 因为我们是负责国民教育 那所以国民教育呢 它主要的原则就是希望小朋友 能够学到生活的能力 然后而且希望国民教育是国民的权利 不是是权利哦 所以每一个小朋友都要能够享受得到 所以这种课呢 其实不应该 不应该只是在社团课上 应该是在你的政课就要去实施 而且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要能够享受到的 所以 如果只有几间学校能够享受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所以如果你刚好是站在那个对全线推动的位置 那我会建议要把握这个原则 当然如果你是在学校的话 就尽量在政课里面去做实施 然后当你有这个厉害冲突关系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一些资源来 然后这个资源呢 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你的方法 你的选择 我如果是我会选择 对大部分学生都有利的 所以我们像我们花莲比较穷嘛 比较穷的情况下 我就不会去选什么机器人 选什么高单价的设备 我就会选Arduino这种平价设备 那主要就是 那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学得到 类似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 长官有长官的想法 那但是我们做教育 我们有我们的底线 那这个是要去互相沟通的 那其实你要真的要去成功的推动这件事 不是只靠你就行 他一定需要团队 那团 所以团队的运作是很重要的 你跟同线市 跟隔壁学校 或者你在校内就有伙伴 这个都是很幸福的事 那如果你学校里面很孤单 就只有你一个玩 我是奉劝你 脸书我们S4A社群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 他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协助 而且当你这个灰心思意的时候 他们也会给你拍拍 所以这是很不错的地方 所以你需要一些占有 需要一些 你团队运作的时候 你的长官 或者是你是这个负责的 案子的负责人 你就需要有一些系统性的思考 所以运算思维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会适当的分配工作 不会去抽象化 把重点抽出来 把那个重点先架构出来 那你的运作就会很糟糕 那当然长官跟行政资源 这个有三级 长官的行政资源是非常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长官支持你 什么都好说 但是有时候 我们要去说服长官的时候 也不能就是没有依据 所以你必须还是要有一些教育专业 你用你的教育专业去说服他 然后有时候是要带理想的 你说别县市都怎么做 但是我们的县市这样做 更符合教育的原理原则 用崇高的理想去做说服 但是其实你这些东西都要有所本 就是说你的业绩 你要让长官看得到 所以当你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长官才会信你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 我们花连线虽然不是六都 但是我们在柜曲全国竞赛的成绩 是有目共睹的 几乎前几年都是总积分 都是第一名 然后今年是第二名 那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虽然不是六都 但是我们有超越六都的水准 所以在这个领域 我们就可以讲话比较大声一点 然后当然你要 还是要以师生的利益最大化去做考量 然后设计完整解决的方案 像我们在推动 各位应该知道 我们花连线到去年为止 我们的柜曲是百分之百的实施 那其实我不像别的县市 是用喊口号的方式 我无意贬低其他县市 我们是真的让他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百到底怎么做 这个其实是要软硬兼施 然后第一个 你除了大量的演习 让你的师资没有问题之外 然后第二个 你的长官要配合你演戏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处长 是有配合我们去演戏 去要求在校长会议里面去 很重要去宣示 然后告诉每一个学校说 这是小朋友未来很重要的 要学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学校都要实施 那即使是这样子去宣示 其实还是会有那个很少数部分 像我们之前前年就大概有百分之七 就九间学校是真的不能达到 那不能达到的原因 并不是我们视讯做得不够 而是他的那个 老师是代课老师 然后就是每一年都会掉到 所以今年有了 明年又没有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些策略去处理 然后所以针对这些学校 我们就是用了 去年就委托了科丁 那也感谢科丁很帮忙 然后还有用我们的 智慧教育中心的同仁 我们亲自下去协助 那去陪伴去协助 把这九间学校给 用一个学期把它带起来 让它在下个学期 也有一个完整的教学 那可是隔年还是会不见 隔年这七间学校可能 九间学校可能还是会有流失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每一年要去 要去维护的 这样你才有办法达到百分之百 那从那个可能百分之六七十 到百分之九十三 这个中间其实还有一段就是 有些校长或者有些老师 他不肯配合 他觉得说你这东西没有什么必要 或者是说校长很想推 但是学校老师没有意愿 那这种东西其实也不难解决 就是我的方法比较健一点 我是因为我在脸书上面 是有声量的 我有很多粉丝 那当然不罚很多的家长 现名我甚至会到同乡会去留言 那所以我当年我用了一个这样的招数 因为其实校长也很想帮助这个帮推 但是有时候真的老师不给力 那所以对老师来讲 因为我们就是一线的老师 所以我们知道老师的痛苦或者他的忙碌或者真的没有空 然后或者是说学校长真的不想要或怎么样 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美格在哪里 那你就会去分析说 其实学校又来了 今天已经证了应该有十几次二十次了 好 那我们知道他的弱点是在家长会 不管你老师不动或者是校长不动 那弱点其实就在家长会 那要让家长会讲话 就是家长要出来讲话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为了达成这个任务 我到脸书上去放话 我讲的也其实也蛮委婉的 但是我就会跟在脸书上 我除了自己的脸书贴 我要贴到花莲县同乡会的群组 我就是糟告 等于是糟告全花莲县的意思 糟告全国 我说我们花莲县很努力 然后很努力申请的这些设备 然后拨给每一个学校都有这样的创科设备 然后每个学校 我们也提供非常足量 一年超过200场的研习 提供老师做研习 所以老师没有理由不会 老师没有理由在学校不教 那每个学校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学 所以如果你是家长 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 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 请你自己跟学校反应 或者你在招生读书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做一个考量 那这个文一贴出去之后 果不其然 校长们遭受到极大的压力 过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就有人打电话到线网中心来骂人 不是骂人 就是说请我把那个文策下 然后就说这样子让校长们很难做人 可是校长们不知道我这本意 其实是为了要帮帮他 因为真的有的 有时候他们处长县长的政策要推动 但是我想校长并不是每一个都有办法在学校里面 老师那边获得回应 那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我获出去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有退路 人家不希望我还可以把我丢回学校 所以我就把他获出去了 那经过这样子之后 我虽然说好我会测一下 但是我是到当天半夜12点 我才把文测掉 不过这个东西确实收到很大的效果 我们花莲县大概大部分的家长都知道说 我们花莲县有在做儿童城市的教学 而且很多学校 大部分百分之七成的学校都有创课设备 所以为什么我们当初能够推得这么顺利 其实就是软硬兼施 那我想各位在学校里面一定会有遇到阻迹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这个是人际关系的部分 我们花莲的设备从大前年 我们就全线每一个学校就有Arduino设备 然后国中那个3D列印机跟落地型的雷切机 是国中每一个学校都有 国小超过7成有这样的设备 那这个都是我们教导中心主任跟直密 他们很努力的写计划去跟国发会去争取的 那这个是跟各位交代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很多 我们有一个讲师团非常的庞大 那他们也帮我们做团队的这个整个营运 然后协助很多 我们有点像老鼠会会一个带一个 把那些不会的老师都能够带进来熟悉 所以我们花莲县的这个创客师资包括刮写程式的部分的普及率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远高于各县市 我们的平均水平是比较好的 不是我讲大话 有空可以来看一看 那所以关于主记的部分 其实法律有两种解释 你跟他关系好一点 那个法律上的条文 就是你如果跟他关系不好 他就是说 法律计划没写的都不行 但是如果你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比如说你常常跟他陪笑脸 你常常带个咖啡给他 他就会对你很好 然后就是他你遇到合销的问题 他会直接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才会合法 所以他会告诉你 处理的行政的流程是什么 所以我想这个是共好的部分 因为法令他们也不能改 但是解释的方式各有不同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连我的长官都会抱怨我说 为什么我们都不行 你都可以 因为我有去解释 我有去按捺这些主记大人们 那所以其实你要成功 其实真的是要有天时地利人和 最后再耽误几分钟 所以我知道各县市都有一些行 都有交代要行销 要就是你的业绩要做广播 但是对我来讲 我们的行销是要口碑的 我不是那种喊口号型的 所以我是真的做得到我才会讲 所以我常在脸书po一些我们的进度 那个都是实质上有达到的 或者我们真的做得到我才会去讲 我不是那种喊口号型的 比如说什么百分之百 其实可能只有几个示范校在做 我们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因为做教育的你不能夸大 所以我也不做放烟火的事情 所以像比较商业型的那种 其实你就会看到我没有参与在里面 但是其实也是靠各位 因为都是各位觉得我们做得不错 在外面给我们很多的称赞 所以县里面才会发展的这么蓬勃 因为其实长官都听到各位的称赞 所以其实各位科技老师 互相共好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经常在脸书上面 看各位的贴文 我也是经常给你按赞 那另外就是团队运作是非常重要 这刚刚有讲过 那关于动机这件事情 请各位再容许我几分钟 这个一定要特别稍微讲一下 关于动机 这个我要特别讲 就是我们做事常常会遇到阻碍 遇到阻碍 但是如果假设 我今天是我当初出餐 就是为了希望在学校里面 看到小朋友是很快乐的学习 所以我的动机 在这边 这是我的动机 我的目标 那所以我在这边 这是我的眼睛 当我眼睛看到这个动机的时候 我就会往前行动 就会行动 但是如果今天 遇到一个阻碍 假设这个是阻碍 如果这个阻碍很小 没关系 我的眼睛还是看得到我的目标 对不对 我一样可以往前进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困难的是当这个阻碍很大的时候 如果这个阻碍这么大 哎呀完全遮住我的视线了 请问各位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那我建议各位 就是第一个 你可以 绕路 你从这边绕 你就跑到这边来看 你跑到这边来看 你绕一段路 这边一样可以看到你的目标 一样可以前进 不然就是把你的愿再做得更大一点 把你的愿做大 你就算被这边挡住了 你这里至少还看得到目标 这是第二个方法 第三个方法呢 往后退 退一步 你知道退得越远 你的目光 也是一样看得到你的目标 所以 我们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我今天没有时间来不及教你后色 怎么样 把你的高我给呼叫出来 把它当作是一场人间游戏来看 但是最起码你透过这个图 你就知道说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最起码你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绕路 第二个把目标放大 目标放大 你看到目标 你自然就还会保持你的动力 第三个后退一步 让一步 让一步 后退一步之后 你远了 你的这个障碍也会变小 看起来就变小 目标就一样可以看得到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讲解 我想各位就应该可以很容易了解 这个部分 那尤其我们在做推动的人 这个其实你的动机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今天如果只是想赚个终点费 那个动机就会不够强烈 我遇到遇到阻碍 我就算了算了 那我就不要做了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地雷 所以就看你就是你还是要想到刚刚那个动机的部分 那如果要继续就会有总是有方法解决的 那如果没有方法 你真的没有方法 你到S4A 你到那个教育不浪课 你把你的想法PO出来 我们至少都给你方向 给你建议 给你拍拍 都没有关系 那大家一起互相前进 那我想创科教育的部分是这样子 初阶我们玩技术 至少学到技术的部分 那中间我们就会想要去改变一些事情 所以你用创科教育的精神 除了在科技领域里面 用制作去学习一些知识之外 然后你应该可以把其他的科目领域也融入进来 利用动手做的过程 来把抽象的学习 然后转化成具体的操作 那学习的难易度就会降低很多 而且学习的保留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跟脑神经科技也有关系 所以进阶我们就会希望说 其实创科他的核心 运算思维设计思考 这是每一个人都要会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 不要只有科技老师会 其他领域的老师如果会 他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抽象的学习 具体化的这个概念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做一些创科的设施 去帮助教育学习的部分 做一个学习角落 让小朋友的学习能够更加的容易 那我想这个部分就有机会 我们再来跟各位说明 那我想我这六个小时的课程 就讲到这边 那非常感谢大家听我唠叨这样 那我把画面还回来 好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这个六个小时的一个分享 非常有系统的把我们就是深入浅出的 带我们进入这样子的创科的课程实施的部分 那接下来在八月我们还有安排另外的两场是也是邱老师的研习 那最主要会是针对他之前提到的这个开放硬体进阶课程 课程设计的这个核心思考的部分 然后他有提到一些教学的策略跟步骤 那那两场的话会带大家做这个有点像共备的部分 所以非常欢迎各位老师到时候也能够一起参与 那我们时间的时间的部分之后会在那个S4A的社群做公告 好那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我借我的手 谢谢一下邱老师 那如果各位老师也想要露个脸 跟邱老师打声招呼 或是谢谢他的话也可以就是露个画面 好那就今天的言行就到这边 那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